自从这到了我特别闲之后呢 就给我来任务了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爸 我的手舞衣品呢也没什么特长 不像妈妈她们一样 用羊毛做一些衣服啊 比如说被子啊 毯子啊那些都不会 反正我妈妈她们会 但是我之前在我小姨那儿 学过一天那种织毛毯 用那种毛线 所以现在呢 我就是会一点那种织毛毯 所以呢 我自从会织那个毛毯之后呢 哎呀我妈妈就特别的烦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玩一会儿手机 妈妈就说哎呀别玩手机了 多织会那个毛毯 开始都已经开始了 但你那样天天看手机 什么时候才能织完呀 一直就那样唠叨 哎呀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呢 都是我之前我自己织的 这些都是以前织的 织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又手疼又眼睛疼的 这一小块呢 是我上次放暑假的时候织的 然后就没织完 然后我就偷偷的放在柜子里面 我妈妈就没有发现 哎呀但是前几天我妈妈发现了 她就跟我说那个上次暑假时候 这个那个织完了吗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哎没织完 没毛线 没毛线我怎么织嘛 然后她就跟我来了一句 没毛线去买啊 我天哪我太难伸 然后呢前几天妈妈她自己去县城里买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已经织完一半了 你给我买一半的保险就可以了 然后她就买回来了 噔噔噔 所以最近呢我也没怎么玩手机 然后搭放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 我能稍微的玩一下手机 妈妈就在那里唠叨 我得把这个快点织完了 还有过几天又要上那个上完课了 所以我得把上课之前 把这个给我完工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呢都是我之前自己制的 这些都是以前制的 有人可能问我那个是干什么的 现在呢我给大家说 那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冬天的话呢就比较冷 所以那个呢是把被子上盖的 被子上加盖的 不仅是老婆而且又好看 是不是特别漂亮呢 然后这些呢不仅可以在被子上盖的 还可以做一些毯子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那么我想知道 最近你们都待在家里干些什么事情呢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藏族姑娘卓马 欢迎大家来看卓马的日常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